你继续说一下吧 数据挺好的 你喜欢吗? 可以的 平时大家没有留意的 是吗? 没有留意的 你现在留意吧 我其实近几年都留意多了 是吗? 我一直都觉得有些问题 我最喜欢就是这样 上周说完牙 想说完就算了 谁也知道有另外一些数据 大家都没想到 就是吃完东西就要拆牙 但是吃了多久拆牙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马上拆牙 又是另一个问题 绝对是 而且吃什么下去 牙就会有事 原来这么坚硬的东西 原来有软弱性 就是头二十分钟三十分钟都很软弱 然后它一穿了 磨牙的人就很清楚 穿了之后就很多问题会出现 譬如柱牙 其他东西 但是既然 我传给你那些 就是说原来酸性太过厉害的时候 多少是厉害呢? 五点几已经会有问题了 现在见过几个 例如Colacola 那些营养 运动饮品那些 它的pH是2点几 2.2 5.6至5.7以下 5.6至5.7已经足够 它使得enammal去抑制 即是它没有了钙质 如果你去到2.2 每一分就十倍 所以由2.2至5.2 已经是三分 即是三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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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人喝這些東西 變成了就怎樣算好呢 所以那個data set我發給你 就是登了出來就是關於這件事 這個data set的資料很有用 其實現在變成潮流飲品 補充體力的飲品 其實抹茶、綠茶、膠瓶裝的都很多 很受歡迎的 所以你看到它的茶反而 已經比橙汁、可樂、運動飲品好多 因為它的pH6.1 已經算是可以這樣 但如果你是可樂那些就很厲害了 OK 好 接著二十秒 先打電話 及時展示費項目 速電星島日報 650-808-8888 現在報名送 Las Vegas最新大源頭秀門票 價值120元 機會爛逢 媒體贈助 星島日報 星島中文電台 華報訪客中心 相聘 錢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 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 健康密碼 時間到了11點35分 每次聽這個Jingo 就跟大家開密碼 希望在短短的相聚時間 我們今天就只有12分鐘一拍過 我們簡選的題目 都是延續上個星期 是關於牙齒的一些健康數據 小博士你好 學坑你好 快去聖誕吧 大家應該是開心吃開心玩的 沒錯 所以要給資料去保護大家 不是嚇大家 是保護大家 其中一些數據 我全部都會放在我的Facebook 讓大家可以慢慢消化 第一就是 越來越多飲品是有酸性的 很多時候我們上個星期說 拆牙的那麼重要 用水來噴它等等 但是沒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什麼時候拆牙 吃完東西拆牙 上個星期應該得到這個結論 但是如果馬上吃完東西拆牙 問題就是 哎呀 可能我的Enamel會受影響 因為你吃完東西 譬如吃完菠菜 你會感覺到牙好像有少少軟軟的感覺 是嗎? 是嗎? 如果刻意去留意 是會分辨到的 是的 但是你只要等久一點 它就沒有了 所以在最酸的環境 譬如你知不知道 我喜歡在香港的時候喝熱檸檬茶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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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戒戒地 戒戒地 我現在戒戒地 整個家裡的檸檬樹 我記得你也有檸檬樹 我記得 你現在看著它 喝不喝好 怎樣算好呢? 就是這樣 當你看到pH很大影響 因為橙質 檸檬比橙質 橙質都去到3.72 pH在5.6至5.7的位置 已經足夠在日本的資料 就顯示到現在很多小朋友 中年人士 全部的Enamel都大大影響 這叫做Dental Erosion 不是豬牙 豬牙就是Dental Carries Dental Erosion就是 說無端白市 那個Enamel 現在承受不到 去到七八十歲 五六十歲 十歲、二十歲、三十歲 已經有影響了 那怎樣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 漂牙、漂白 你說我不做這些 那還有什麼呢? 就是喝和吃 那些會有製造酸素的 可樂 不說牌子的名字 可樂就是pH2.2 如果運動飲品是3.3 橙汁是3.7 吃杯乳酪也3.9 飲品是6.1 但傷害 6.1 他們不是做的 日本製造了 那些煎米茶 他們做了煎米茶 就是6.1 所以沒有理會 可能是 也算於選擇 那些是比較簡單的 喝下去的時候也比較簡單 但是他們確認到 5.6至5.7 已經足夠令到enamel weakness 你想想 每一分是10倍的 如果我想問 例如我們日本的一些飲料商品 其實茶類是很多的 抹茶、綠茶、煎茶 都很受歡迎 每一個自動販賣機 基本上是七成都是這些茶 我想問剛才那個 在日本製造出來的數據 數字是說 如果去到飲料 究竟我們避免飲少一點 還是飲了一個 pH這麼高的濃度 酸鹼性的飲品之後 是不是不可以即時 因為令到牙已經弱了 是不是就不要即時去刷牙 或者要等多久 這個數據有沒有說 對 凡是酸性 5.6至5.7 就有問題 6.1當然是偏好 但是也不足夠 那個問題 就是通常喝茶 就會吃了一些其他東西 變成了 都是一樣有個傷害 所以有幾樣東西合起來 首先就看了pH的問題 第二樣東西就是 那些牙膏究竟是不是鹼性 如果不是鹼性的牙膏 你無法解禁 你一直弄下去 喝杯水也不去 所以變成 如果你一起吃完東西 大家上了年紀就開始明白這件事 但是其實有傷害 因為你沒有等到30分鐘 一定要等半小時 30分鐘就會好過 20分鐘也算過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即刻刷 吃完東西馬上刷 那就很大問題 是啊 電動牙刷很好 因為可以刷乾淨一點 但是如果你即刻吃完 是啊 如果你即刻吃完 因為好的東西 你可以看看怎樣用 所以我們今個禮物就說 如果馬上用有問題 要等 要等 等了之後 用電動牙刷是好的 但是你要等到牙刷乾淨才可以 而30分鐘就最安全了 吃完東西30分鐘 是啊 是啊 大家要留意著 尤其是在飲料方面 其實現在看回這個數字 其實它的數字 都偏向了某些 例如運動員 長者 和小朋友方面都影響到 因為如果政府包你的牙刷 你開始會想 哇 怎麼搞成這樣 這麼多支出 我看到就是 enamel wear down 還有 吃牛肉乾 或者魷魚絲的人 他要咬 硬 所以如果在那一刻 你又同一時間 剛剛喝了一些很酸的食物 同一時間又做了一些 又聽完 上個星期就馬上拆牙 我們還沒說完 只有這麼多時間 記得是30分鐘之後 就安全了 但還有看你吃什麼 如果你吃的食物 譬如說 冬檸檬水 熱檸檬水 那些 30分鐘都搞不定 你一定 你一定要用牙膏 有neutralization 就是它的pH檢性 那你要自己拿一個pH strip 可以買的 檢查一下 看看哪一隻檢性 還有就是放在口裡 看看你的口的酸性是多少 如果酸性是5.6以下 其實你用了些什麼 你不弄回它 變回簡性 其實你合在口裡 那段時間一直有軟弱 但如果酸性更多 譬如5.6已經會有問題了 去到4.6 去到3.6 去到2.6 去到2.6 所以那些人 譬如扣喉 因為他想瘦 或者怎樣 那種 吃很多 原來扣喉 那些胃酸 是2分以下的 那些就很傷 是萬倍的傷 那些 尤其是喝酒 那些朋友 喝得太過開心 可能是 有時候喝完 他們都會反胃 下個星期 如果記得我教你怎麼做 如果喜歡喝咖啡 咖啡的人 咖啡也是酸性的 5分 所謂pH5 那你怎麼教他們 變得高一點呢 就是要跟蛋殼有關的 嗯 是 是 做咖啡 就是下個星期 還有就是 如果自己去做咖啡 你不要焗它太久 如果焗它太久 它就要出更多酸性的東西 是 是 如果不是自己焗的 你問別人 你焗了多久 你買些沒焗太久的 那些就不會太酸 喝黑咖啡也比較厲害 是 你已經中了兩個 兩個 咖啡 是嗎 是 焗得久 所以焗得久 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因為有很多時候 可能大家沖完一杯咖啡 可能會放在那個位置 又要做事 只是喝了一口 其實一杯咖啡 在這個室溫裡面 放得久 是否也會影響到酸性 發酵之類 這個我不知道 如果等久一點 但是我知道 就是你剛剛說的發酵 很多時候發酵的東西 酸性了 雖然它對你身體好 因為有益生菌 但是它的酸性 對牙的enamel不好 是 所以牙膏 和瘦口水 簡性的瘦口水 也很重要 是 朗朗它 酸簡性 大家簡牙膏的時候 除了有什麼漂白功能 或者某些譬如針對性菌的功能 大家都在選取方面 都要留意 例如酸簡性 那裡是有沒有用的 還有記得茶的時候 要留意在那個時間吃完東西 或者喝了一些 剛才我們舉的例子 譬如橙汁 或者一些茶 或者一些能量飲品的話 都要留意 那些不要只說 好像我河亨那樣拿著一杯凍檸茶 以前我起勢喝的 我馬上喝 現在我在想 哎呀 喝完牙膏會不會上來 以前可能要喝一杯 現在就一個星期喝一杯 喝完之後 擦牙的時間 都是要留意的 我們繼續找一些關於牙的 一些數據 提回大家 記得 現在有本玩的朋友也好 看清楚一些標籤 他們究竟裡面是些什麼 還有哪一種 看一看 趙博士 看Facebook報告出來的數據 多一點資料 趙博士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好嗎 好啊 好啊 下個星期再談 下個星期再談 拜拜 設計全新舒適的家 一定要找廚櫃專家 奧倫永威廚櫃建材專門店 升級全身概念 多功能合一 新設計廚櫃 趙博士 是 我剛才忘記了 不過我也不想 在節目講 因為我下個星期 既然今天去到另一個坊 我也會去荒courver 恭喜你們 可以去走走走走走走 爐 去見朋友 過行星期 好 Julien Cindy 去找同事做 example 是嗎 很久沒有聽過 cindy 是 我全力去聯絡 n 那我也好 哈哈 rod 玩得開心一些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有什麼東西再跟你聊 去到荒courver 在Vancouver,不要打給我,集中去玩 我知道 你在工作時打給我 我知道,我見運完就找你聊聊這題目 好,謝謝 謝謝,再見 我們應該聽學坑說 聖誕那星期 下星期已經是 應該不會是他的 所以未必會講到牙齒 但我跟大家略略說一下 咖啡 其實當你焗它很久 它就會多走出來 如果喜歡咖啡味,但不想它那麼酸性 你就不要焗它那麼久 不要焗它那麼久 有時候不可以在控制範圍做到這件事 你買的豆已經是做了功夫 你買的豆是沒有那麼長期的 我不是一個好咖啡的人 我曾幾何時都很喜歡喝這個檸茶 檸茶更加厲害過就這樣檸檬水 因為檸檬水 是再削 英文叫做Tanic Acid 再加上檸檬那種 Citric 那類的 Ascorbic 維他命C 就是Ascorbic 當你加上幾樣東西出來 就是POWER對於牙的enamel是很厲害的 你試一下 試一下 試一下就好了 試一下 一喝完之後 你去擦一下牙 這類的檸檬水 不是咀嚼聲 就是咳咳聲 總之很削的 削的東西 你會記得 削的東西也是屬於感覺 有削的東西 就是屬於有Tanic Acid 所以 所以你要很小心 有些甚麼有Tanic Acid 也很多 就是臨齒或實齒 還未熟透 又是特別多Tanic Acid 吃到整個嘴都有一層粉 那些就是Tanic Acid的效果 茶包也有 所以不同的茶 處理了之後 譬如吐過的 有時候會令到它的pH又不同了 譬如寶梨 會有多些泡泡出來 就會有些不同的 有些變化 但是 始終 偏酸的 即是7.0以下的 就會有 而最大傷害 開始 5.6已經足夠大傷害 再傷害一點 譬如5.6變成4.6 4.6 4.6就是10倍的傷害 pH是這樣計的 是negative log 即是sub to power sub to x 所以如果 你是5.6 想傷害10倍 就去4.6 再想傷害10倍 就由4.6變成3.6 10乘10便是100 所以如果pH是2.6 比起5.6 比起5.6 這件事 記得要隔了30分鐘 等它 remineralize 之後 可以刷牙 那現在牙膏 如果你是等到刷那一刻 才去找 你就未必知道 那隻牙膏 是不是簡性的 我這裏不講牌子 所以我不相信應該要講牌子 我們應該要講一下 譬如我們 有沒有辦法 在什麼方便 在什麼方法 避免這些東西 咖啡又怎麼可以做到 沒有那麼酸性呢 其中一個 股方的 我跟你說 看到就是用蛋殼 當你做咖啡的時候 把蛋殼放在裡面 在隔隔之前 就可以放在裡面 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 去做到這件事 另外就是擦牙膏 第三當然就是 避免我不喝可樂 我不喝sports drink 我不喝橙汁 我避免這些東西 因為我知道會 擰茶擰水 因為我知道會影響 另外,為什麼會影響更多呢 就是除了酸性 就是幾種酸性加起來 而除了幾種酸性加起來 就是幾種酸性加起來 再加甜的東西 那你通常喝得這些 那麼削澀 或者有酸性的東西 你都會很大機會 吃蛋糕 或者很多很高糖分的東西 喝下午茶 通常都會有機會接觸這些東西 就是high tea 那種下午茶 不是吃點心那種 那你一接觸這麼高糖分的東西 而酸性又這麼高 那傷害性 對牙膏就很大 很大的 那你為什麼會有這些data set出來呢 因為他們很多年開始留意到 不是 不是馬上可以留意到這些數據 我一會兒就放上Facebook 讓你可以慢慢消化 我就應該因為我時間趕的問題 我應該就不可以post 這些片 和所有東西下去 youtube的posting 我應該沒有時間做這些 但我會放上Facebook 讓你們慢慢去看一下 那些專家在日本裏面 發現了些什麼東西 而這個數據呢 是apply to全球的 因為他們有心機去做 但是剛剛是這兩年 那些data越來越齊 就發現了幾大問題